今天我做了一道好吃的年夜菜 西芹虾眼炒腰果 我们在家炒的时候 怎样入味好吃又不油腻呢 建议大家切这种简单的马蹄刀 很多人在家都喜欢切这种菱形块 其实这道菜切菱形块它是炒不透的 炸这腰果啊 小白告诉大家一定要凉油下这腰果 油温稍微升高 我们迅速给它捞出 炸成这样 很多人都是像这样 都是用热油去炸 炸完之后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 锅中啊加入适量的盐面 再捞少许的色拉油 这样炒出来的西芹呢 不仅颜色好看 也不会发黄 营养呢也不会流失 炒至夏仁变色 我们就给它捞出 用清水迅速投凉 防止灰软 这道菜因为是比较清淡 锅中少放一点油 葱花和蒜片给它爆香 这时候我们下入西芹和夏仁 张小白的主页已经做了600多道家常菜了 你一道红心你都没帮我点 这道菜你就帮我点个红心吧 你看我都这样说了 你就帮我点一个吧 感谢大家 大火翻炒 把它炒走水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放入盐和鸡精 这个腰果一定要厚下 这样腰果就不会回软 最后我们水淀粉 搂点薄芡 出盘看成品 关注我你不会损失什么 不关注我你会错过很多 点个关注吧 没准是一会儿你滑着滑着 还找不到我呢